继续谈谈Redox Reaction 之前我们教了很多Oxidizing Agents 和Reducing Agents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这些Metal 它形成Ion的时候 到底怎么做 科学家将它们排了一个次序 根据Oxidizing Power 或者Reducing Power 例如这个表 你看到它排的次序 首先留意的是 由左至右看 由左至右看 就是看Foreward Reaction 这些写法很规律 全部都是Gang Electron 即是获得电子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Reducing 即是Foreward Reaction 是Reducing 其实这个排列的次序 你看到左手边 这里是Reducing Oxidizing Agents 即是一种比较弱的氧化剂 氧化剂 即是说它不倾向 我写一个箭嘴 我写一个箭嘴 都提到 我写一个箭嘴 特别短一点 短一点 就是 表示大家容易看一点 就是说 不是很想变成Protestal Metal 即是向右手边走 就不行了 即是如果一路向下走 的时候 我的箭嘴越来越长 甚至到最后 我写到那么长 甚至到最后 向这里 高Ion 高Ion 即是说 它倾向 就是全部 向这边走的时候 就会 越高位置的时候 就越 向右手边走困难 如果我把箭嘴这样写 你就看得很清楚 越来越容易做到 这个 向左方 Protestal Ion 来到 产生 即是说 如果真是整个reaction 你看回最后 这个 这个 我特意又划短一点 即是说 金 这个是黄金 来的 金变成高温Ion 就非常之困难 这个跟我们平时预计都合理 因为金是很不活泼的金属 所以在这里 这个 次序 其实可以帮我们 将这些 弱化 还原反应 这些halve reaction 就写得很清楚 哪个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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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里的文字 其实就是说 我刚才所说的 当然我刚才 就看这边左手边 其实你看右手边 都是一样 只不过次序是相反的 所以 其实最好看这些 箭嘴就可以了 其实你认识 其实 大部分人都熟悉 Potetium 是很活泼的 是吧 所以 它去左手边容易 一去左手边容易 回转头 就困难 另一个看法 就是 这里的金 大家都知道 不活泼的 即是向左手边走 就很难 如果你要回转头 变回元素 就非常容易 你看到很长的箭嘴 这个表就是这样的看法 当然 我们就不只是看 Metal 你看到 打了一粒星 有个浪Metal 其实 这是有些特别原因 因为 你都知道 这些化学电池 有两个Half Cell 一个做Oxidation 另一个做Reduction 因为 如果你需要量度 谁能活泼一些 以前我估计用电压 电压 一定会有 reference natural 即是是参比電 以前的 人最初期的 reference natural 全部 都是用Hydrogin Gas 及Hydrogin 这些 所以这里放进去 打额星就是这件事 除了这里之外 也有些情况不光是Metal 它将这个理论 扩展开去 你看到不单有Metal 还有很多其他的 浪Metal 譬如Aldene Oxygen和水 或者以前我们说的 Acidified Protexum Dicome Permagin 如果把这些全部放进去 排好次序 变成我们的应用 起码涉及的范围 已经是多些 也是充足些 应用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即是高点位置 比较容易 做这个 即是这样写 做这个的时候 就很困难 由左至右就很困难 这样翻转 就很容易 右向左就很容易 底下也是一样 左向右 例如Fall Wind 大家应该记得 是一个最活潑的非金属 变成Fall Wind 变成Fall Wind 就很容易 但如果要Fall Wind 变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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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Wind 这就很困难 我写个短点的范围 这些都排好 又有金属又有非金属 有什么用呢 这里介绍这几个名字 大家可以看 哪个强点氧化剂 弱点氧化剂 看这些渐墜上的指示 已经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这些用途 可以帮我们看到Feasibility Feasibility 的意思是可行性 即是有个reaction 能否发生到呢 这里就是 Feasibility of a Redox Reaction can be predicted from the series 我们一个氧化还原反映 我们可以由这些 series 预测可行性 如何预测呢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我们可不可以不去实验室 就是亲手做的实验 在这些资料上 找回反应 会不会进行得到呢 它的意思就是这样 其实也挺好的 有时不太方便 在实验室做 或者有时 根本的实验室 都不齐这些 chemical 你做都做不到 最基本初步 可以让你预测一下reaction 会不会发生 那怎样做法呢 其实很简单 既然我们知道 这里的 Redox Reaction 一定有一个 Oxidation 另一个就是reduction 氧化还原 少了一个都不行 那我们怎样做呢 就是 一定要选一对的 Half Equation 就是选两条 其中一条 现在这里的写法 全部都是写reduction 你也知道 Redox Reaction 有一条是oxidation 另一条是reduction 所以 其实应该 把其中一条 倒转来看 倒转来看 就是看oxidation 现在的Foreward Reaction 是reduction 我们以前说过 这里 这里 Backward Reaction 就是oxidation 即是说 如果你全部 两条 选择了出来 一定要有其中一条 倒转 然后夹上另一条 才可以 夹到 Redox Reaction 那怎样倒转 倒转哪条 其实 都很容易预测 你看到 这里是不是 Backward Reaction 这个劇烈一点 即快脆一点 比Foreward Reaction 所以倒转那条 一定是倒转 较高位置的那条 例如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选 这个 F1 和 变成F2 移证这个 另外 选一个Couper Couper 比较熟悉些 譬如Cu 这里 Cu 这里 Cu 移证这个 我们试试看 后面 选这两个 来做 我们就选了 F2 这个位置较高 然后 这个位置较低 两条 选了 我们刚才说 将较高位置的 那条 倒转 它容易做 如果你将这条 reduction form 的 这个是 还原的 看Forward Reaction 倒转 倒转了 会怎样呢 就是这条 F1 变成F2 正 加两粒 就是将这条 左右倒转来写 你倒转来写 下底一条 就不用倒转 下底一条 就是reduction 即是说 这条 如果你看回 就是oxydation 然后 这条 就是reduction 这样 刚好 一个oxydation 一个reduction 你将两条 融合 就会消去电子 这条 不用配大 就是了 今次大家都有两粒 你消去之后 就变成下底 如果用这个方法 在系列 系列 我们叫Electro-Chemical Series 在系列 我们将它 倒转了较高位置 那条 reduction half equation 好像这里 然后 加上较低位置 那条 不用倒转 然后 这两个 加起了 变成一条 overward reduction 就是会进行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 全部 都是由能量世界角度看的 即是 当 forward reaction 进行的时候 出来的 продукции 就能量较低 那能量较低 自然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产生 product 能量较低,即是放熱反應 放熱反應的產品都比較穩定 有傾向進行這個反應 我們剛才說的預測反應就是這個 預測能量比較低,產品比較穩定 我們這樣就叫做負面 不過有一點要小心的 能量低一點出產品 沒有說過進行的反應有多快 或者有多慢 可能這裡可以做,但問題是很慢 慢到你可能覺得好像沒有反應 也不奇怪 當然也有些情況就是會進行得很快很順利 這些預測只是說到能量出來的產品很穩定 適合進行反應 沒有說到進行的時候快慢的問題 沒有說到反應速率 這個預測有這樣的優點 也有這樣的限制 既然我們在說這個反應 我們看看這個是不是會進行到 這個不知道 我們真的要在實驗室裡做一次 看看是否能進行到 我這裡有條影片可以看看 他準備了一杯 他準備了一杯CUP2 Sulfate的解決 然後這裡有些Iron Powder 即是鐵粉 他就放進去看它的反應 其實以前大家都知道 這個應該是一個Displacement reaction 來的 即是自換反應 我們看看他進行的時候 情況是怎樣 這樣 要先攪拌均勻 這些反應 正常來說 如果有可能 我們 都應該出到波大機會高 你看到好像有些氣泡 氣泡就不是我們預期的 那些是有少少氫氣 因為這些鐵粉 有機會跟水做反應 出到一些氫氣 但這個不是我們現在的 預期的反應 我們看它會不會出到CUP2 Sulfate 大家知道CUP2 Sulfate的外觀 是怎樣的 是不是Reduce Bound 不知道你們看不清楚 這裡看到 鐵粉剛才灰灰黑黑的 現在開始有少少 Reduce Bound 中式的固體產生 它倒走之後 你看到這裡 原本是鐵粉 灰灰黑黑的 現在變成中式 那這裡 你看到除了出到這些CUP2 Sulfate之外 這裡的FV2 Sulfate 也會產生 如果你做得夠久 的時候 藍色CUP2 Sulfate 越來越淺色 藍色越來越少 因為少了Ion 然後FV2 Sulfate 就會產生 這個CUP2 Sulfate 應該開始變淺綠色 這樣 這個 我們真的做過這個 真的進行到 其實都幾快下的 你看到這裡的 reaction 好了 除了這裡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多個例子 看什麼例子 例如 我們看這個 Protesium permanganate acidified medium 這個 和 Alda reaction 即是Alda 這個 這個 其實 這個 做法 其實是一樣的 你只需要把 較高位置的 這個 倒轉來寫 然後 這個 倒轉了 變成 oxidation 我們看看這裡 這裡的做法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你把這兩條 eaction 找出來 這裡 把這條 顏色 拿出來 和這條 剛才說 倒轉較高位置 變成 oxidation 就是Io 大 變成Io 這裡 出了 R點 之後 兩條 equation 當然 這次有些少少不同 因爲 它的 election 不是剛剛的加起來 就消去 所以我們用以前的方法 我們 配上一個適當的配數 就是 消去 election 這裡乘5 就是10顆election 這裡全息乘2 10顆election 可以約到剛才那個 就變成這個 如果我們也是這樣做的時候 這個 這個 forward reaction 就是可以進行 這樣 做法 就是 每一條 即是說 你利用這個資料 可以預測 反應 進不進行 總之 高些位置 在Io chemical series 我們就可以 調轉 這個表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是Electral chemical series 就是這裡 這些資料 其實有很多 整本書 來查資料 來預測 反應 所以 就很方便 在這裡 這個應用 我們就 講到這裡 我們停了 到這裡 我們來看 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